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心是果池 第一心是果池 基本工资应该能够照顾到 劳工以及他的家属的基本生活 我们认为目前的 我们的基本工资才刚破两万 并没有维持基本的生活 那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 可能只有底层的劳工才会被影响 那事实上很多的研究证明就是 所有的上班族的薪水的一个浮动 都会跟基本工资相关 那根据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 劳动部自己2014年 他们自己委托的研究报告 他们报告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劳工的产能 从1994年的41.2 上升到2012年的99.3 几乎上升了两倍 但是产值中 分配给劳工的比例 却从53.5% 降到47.6%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理由相信 过去这16年来 蓝职症了8年 绿职症了8年 是像劳工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这基本工资到现在 很清楚是压低了台湾 劳动条件 它不光是压低了工人 它是全面让台湾的薪资往下降 当工人薪资往下降的时候 事实上是影响到 全面的薪资往下降 倒退了10几年 薪资倒退了16年17年 我们很大声地要他 基本工资要调整 真正是让工人能够活得下去的 当盈利事业所得税 从25%降到17%的时候 当资方节省了32%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这些 拿出一点点东西分给劳动 整个台湾都是由劳工来支撑起来的 我们广大所有拿薪水 受薪阶级的朋友 去检视你的选区立法委员 他曾经对于基本工资的态度 但反对基本工资调长 反对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的立法委员 那我们还要相信他说 他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吗 对于这一点 我其实有非常长大的承议 所以我呼吁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 其实在立法院里面的投票 你就可以看出 每个人对于基本工资的这个态度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燦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周振大学 新生金氏广播电台 还有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 以及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 会直播之后 会在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 公库的网站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想最近这几年 应该已经到十几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民间一种说法 就是万物万事皆涨 只有薪水没有涨 那这个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薪水的高低 其实对我们的民生 对我们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薪水的高低 其实也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当然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 劳工所面临到的待遇到底是如何 那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薪水问题 其实在前几天呢 其实包括劳工团体呢 提出了一个诉求 这个诉求是希望能够薪水的 基本的工资能够到两万六千元 不过在上次的会议当中 这个两万六千元 其实是被否决而要到年底的时候呢 再重新来这个研议啊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 是长期关心台湾劳工议题 也参与劳工运动的 台湾劳工阵线的洪靖书 靖书你好 嗨 钟晓宁你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才刚刚有关于 是不是要调长基本薪资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了 很多人就觉得说啊 这个快要选举了 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一点机会 结果这个出来之后呢 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失望 就是这个基本的公司 并没有因为选举到了而有调长 这个当时为什么 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就决定不要再调长呢 那个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会议基本上它没有对外公开 我们所有的资讯都是从 事后的媒体的报道 那这次没有调长 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 其实是学者跟 官方跟职方这三个是在同一个阵线 那他们的理由是 以现在目前足迹总处所公布的 第二季的GDP的成长率 发现比预期落差非常大 原本预期有三 结果发现只有0.64 那他认为 这个状况 显示台湾未来经济不佳 所以职方就拿这个当成理由 开始打做文章 认为基本工资不应该涨 涨了之后 企业成本就会增加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会还涨 我认为是应该是这三方 组成的联合阵线的关系 也许可以先告诉我们 帮我们说明一下 在这个每次的薪资的这种 所谓的调账的会议当中 大体上来讲都是什么样的人去参与 然后去哪些人去共同做决定 或者是他只是单方做的决定的结果了 OK好 那基本工资呢 他有一个审议办法 这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审议委员呢 是由官方也是劳动部 这一边挑选 那他的主要代表就是有四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劳房代表 第二大类是资方代表 第三是学界 包括一些经济学 或是劳动学 学界的 那第四类呢 就是官方的代表 劳动部 经济部 国发会 主要几个大部会 都是在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从这个成员事实上不难发现 以往劳工在这里面 虽然人数上相对跟资方人数是一样多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 你只要资方再加上官方的比例 事实上其实是过半的 所以从历来我们看到的基本工资 为什么会调涨的这么的缓慢 很明显的 事实上官方的态度 其实是最主要的立场 因为资方一定反对 资方反对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官方只要是站在资方的这一边 那基本上呢 在最后的协调结果呢 大概都会是按照资方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劳方在里面 他有什么样的一种空间吗 那要不然找劳方进去 做这样的一个咨询的代表 似乎从刚刚谈的这个比例来看 他其实顶多只是聊背一个 我想其实这个 如果省个席次来看的话 那当然劳方在里面是属于一个弱势 那按理来讲 就是历年来基本工资 劳方团体提出来的数额 一直是从2万3 一直成长到2万6 但是我们的基本工资 却从1万7才缓慢成长到 最近才过2万 所以事实上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劳方不断的依照整个 台湾劳工家庭的生活的需求 去提出认为合适的基本工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被资方 然后被官方 甚至有部分的学者 就会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开始打折扣 所以打出来的折扣 最后就会看到说 基本工资事实上调长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那劳工劳方这边是不是有空间 我认为聚与力争大概就是唯一的空间 但是最终形势比很强 论习次论实力 那劳方当然代表在这里相对是不是比较弱势 我想不容否认 这其实会是一个所谓的角力的过程 那当然除了这个角力的过程之外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经济的发展 它其实是某种数字的一个结果 那待会我们再来回来谈说 到底在衡量一个基本的 这个所谓的工资 到底怎么样合理 除了刚刚谈到了这种所谓的角力的过程之外 到底还有哪些是属于科学的依据 或是一些客观性的这些数字 应该拿进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 不过我想要回到在这一次的 这个相关的争议当中 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说 劳方跟资方在这一次薪资调长的时候 分别的主张会是有哪些呢 劳方的立场 事实上都是蛮一致的 我们提出来的诉求都是依照所谓 劳工抚养一个家庭 他所需要的开销的 用这样的依据来做我们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汇整 那但是我们发现是历年来 资方在这个基本工资的立场 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们会去找当年对他们来讲最有利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资方常常会用经济的状况 或者是GDP 或者是用CPI 像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资方就会讲 今年大家的物价指数并没有成长得很多 所以基本工资不应该调长得太多 在主经易走出还没有公布GDP之前 那他就是拿了CPI的指数来说 不应该长太多 可是后来发现GDP的数字公布出来了之后 资方就全面拿了GDP的这个数字开始做文章 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资方事实上在官方的所提供的文章 不断去找出对他们认为 怎么样去阻挡基本工资调长 最有利的一个数字跟指标 来做主要的一个反对的一个武器 最近这几年来 台湾的基本工资的这个调长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这样看 基本工资的调长 如果我们从2008年之后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几年的调长 但是涨幅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 基本工资在1998年15840 中间有11年是连续都没有涨过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讲 资方其实一直在讲 基本工资要看基地生长表现 但是我们如果回溯整个基本工资的调长 我们假设从1998年 基本工资15840到现在2015年 208元 这一段时间大概成长了1.26倍 但是这一段同期间 我们的GDP的成长了 有1.63倍 所以其实事实上如果假设 这个资方一直强调说 基本工资要依照经济表现来讲的话 现阶段的基本工资的调幅 远远还是落后于经济成长率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资方的这种所谓 资方或是官方的这种所谓的调长的 这个所谓的参照的依据 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改变 依照这个当时哪一些是对资方 最有利的这个情况 他们在做调整的吗 是的 是的 没错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最近过去这几年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基本工资的法律 及劳工 争取这个基本工资调长的历史 那在这过程当中 劳方资方或者是产官学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态度 有没有因为政党的不同 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参与者的不同 而有些一些改变或者是调整呢 我先回答第一个 台湾现在目前对基本工资的法律 它其实事实上非常简单 就在劳基法里面只有一条 就是劳工的薪资不得低于基本工资 那相关基本工资的一些 比如说委会储存 或者他要用什么样的指标去定 全部都是在行政命令 也就是基本工资审议办法里面去定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基本工资对于社会底层 跟劳动阶级事实上影响非常大 但是在法律层面 法律所提供的这个依法 行政依法的这个部分 是非常薄弱 因为在法律位阶就只有这么一条 所以事实上在这里 官方就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部长中奖您应该还记得 前两三年基本工资条长 甚至曾经有一次 基本工资讨论出来之后 还被行政医院直接否决掉了 对 然后甚至那时候的管中敏 还像说长什么 基本长什么卤蛋 连长了之后 劳工连米都没得吃 然后甚至第二次还出现 基本工资成议委员会 就是集体制工 就是要求未来CPI累积 达到3以后才召开 那所以事实上 从这些过往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基本工资的制度 他并没有得到法令 非常强的一个支持 因为他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行政院随时可以做修正 甚至连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自己都可以诠释自己组织 到底我这个功能 我的作用性是什么 所以从这里来看 台湾事实上对基本工资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的贬义的 官方的立场 我至少看到是一种贬义的态度 那再回到是说 到劳资官这三方的一个立场上 我觉得事实上 劳方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基本工资必须要涨 而且基本工资 必须要能够符合 劳工的生活需求 那相对来讲 资方的立场也非常明显 一定反对到底 绝对不能涨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 资方不断的丢出一些 莫名其妙的理由 好像涨了基本工资之后 甚至有人说 基本工资涨了 那这些学历只有国中 国小以下难道全部都不需要 都要截拼吗 那这个其实理由是非常诡异的 难道我们的台湾现阶段的产业 还是在依照学历在看新资吗 而不是依照能力 它的专业表现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资方的立场 为了要反对 基本上是找出非常非常多 令人觉得提效皆非的理由 那官方就更不用说了 官方事实上我们看到历年来 包括蓝绿两个政党 都是向财团划起嫌 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官方跟资方联合起来 打压基本工资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明显 当然刚刚谈的所谓的蓝绿 这两个政党 一般我们都会把归类 成为一个右派的政党 但是相对于其他 可能包括拉美 或者是欧洲有些国家 他们比较偏向一种 使一些左派或社会主义的政党 我不晓得他们的基本工资是怎么样 我们待会可以再来继续 谈论这个部分的这些话题 我觉得一个蛮东西蛮有趣的 就是有关于基本工资的法律 事实上你刚刚讲说 只有一条嘛 对不对 这一条只有在说 劳工的工资不可以低于工资 那其他国家的法律 也是定了这么的宽松 这么的松散吗 就我所知道 以最近来讲 德国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 就立了一部叫做最低工资法 他们是用法律去定义 整个基本工资的制度跟审议 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 各国只要是对有基本工资制度的国家 他基本上都是用法律的位阶去做处理 唯独台湾是用一个行政命令 在概括整个基本工资的制度 例如我知道的日本也是 而且日本的基本工资的制度 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他甚至为了要讨论基本工资 他还要法律在里面就明定 你必须要在多久以前 就要开始全面收集新资料 那才能基本工资 審议委员去做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参考 那在台湾每一次 事实上在往年都是基本工资 審议委员会一年开一天 就是当天官方事前 随便抓一些资料 就叫審议委员就必须要 在这些资料里面去找出答案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光法律这一个部分 所造成的基本工资的一个影响性 事实上呢 我们跟国外来比是非常非常粗糙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法律的位阶跟保障上面 其实这个跟国外相比 其实不只是粗糙 而且甚至上 他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去做比较 而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跟人民的生计生活 甚至是所谓的生命 他能够活下去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刚进士也谈到一个 我觉得也是非常荒谬的现象 就是我们在基本工资的相关会议 只有一天 可是在国外 他可能会提供了非常多大量的 科学性的数字 科学性的经济相关的资料 来去做讨论 而在台湾似乎是一种 化扒拉肯 好像在一个市场里面买价啊 这个所谓讨价还价 这个过程哦 这个对劳方来讲 他通常以刚刚那个组成来来看的话 事实上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来去谈 到底基本工资应该要怎么算 他的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是他真的有存在 这种客观性的标准吗 那其他国家 他们对于所谓的基本薪资的态度 以及对劳工保障的基本的态度 除了法律上面不同之外 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西P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今天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劳工政线的洪敬书 敬书你好 管中翔 大家好 你是这个孙又年上司吗 好 抱歉 抱歉 没关系 想不到他下台了 我还没有下台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事实上也谈到了台湾的所谓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 事实上他事实上比较是一个临时性的组成 或者是一个比较咨询性的组织 可不可以请尽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国外的这种所谓基本公司的相关的审议的机制 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在法律上面我们的保障已经很少了 可是在制度上面在于所谓的审议的这个所谓的机制上面 台湾跟国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事实上台湾的制度某种程度跟国外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事实上国外也都是用所谓的劳资政学 几个代表然后再去做讨论 那像我刚刚强调的事实上的差异就在于说 这样的一个准备期有非常有多长的时间 那台湾事实上都是非常长度就只有一天 那事前官方在采提供资料 审议委员是当天才知道看到所有的资料 所以你要在这个状况之下 关在关请门来讨论一个基本公司 事实上相对的就会非常非常粗糙 那我们看到了事实上包括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美国的基本公司的一个修订是要是由 那个中医院的教育劳工委员会来提 然后他也会提设置一个叫做检讨委员会 然后来做调整跟分析相关的资料跟设计 那像日本的话日本它也是最低工资法 那日本在做最低工资法的一个讨论它非常有趣 它是从地方开始做资料性的收集 因为日本因为它相对的地理幅度比较广 所以它是会有虚异性的差别 那日本的做法实在前期甚至超过半年前 就会开始收集各方面的一个资料 那资料之后官方它是由官方先依照这些资料 去计算一个建议的数字 OK 官方提出建议数字在交由审议委员 去依照这个数字去做相非应的调整 上修或者下调 所以事实上审议委员是针对官方提供出来的数字 去做处理 那这里面官方的数字就是依照它所有的指标的依据 然后来去做一些研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基本工资的一个调涨幅度 从资料来看它其实是年年调 而且是调幅相对来讲比台湾高非常非常高 蛮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制度来看 事实上各国尤其在目前 在整个经济状况 全球性经济状况普遍不加的时候 尤其又是平复差距扩大的时候 很多国家基本上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最低工资 因为包括从经济学的角度 然后从劳工学的角度都认为 唯有提高劳工的所得 才有办法促使经济做长期的一个发展 所以各国的基本工资 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 都是越来越受重视 包括连美国基本工资 其实在这段时间连他的总统欧巴马 都直接倡议说应该要把基本工资 从7.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外的一个 对于基本工资那种风起云涌 希望能够去提升 可能是对照于台湾 知方官方的压抑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感慨 可是坦白说 台湾的基本工资 其实从2006年开始 我们知道2006年 它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调涨 可是2006年开始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基本工资 其实是有逐年上涨的这一种倾向 那这个还不够吗 或是他不是代表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吗 或者是我们换另外的角度来问 就是说劳工所得的这个看到他在调涨 可是他在整体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总所得的比例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虽然没错 在这段时间马上附上来之后 基本工资都有调涨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看那个调补 跟对应当下的整个社会环境 这样子的一个调整状况是不是合适 以及它足不足够 那基本工资 其实劳工 劳方一直都坚持的必须要符合一个 爱欧就是国际劳工 公约的基本工资公约里面 必须要劳工的 因为可以的 所理清理的最低工资 可以满足劳工 负養一个家庭的需求 那按照这样的一个依据 事实上劳团这几年 一直都是用这个依据去计算 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 基本工资的一个计算方式 例如像您提到的 我们劳团最近新年提出来的26k 他也是依照台湾劳工 要去抚养一个家庭 然后在每个月 他的最低生活费的支出的基础下 他必须要花费到 必须要有多少收入去计算 那我想事实上呢 从劳团的角度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 你如果请领基本工资 他每天努力工作8个小时 甚至10个小时的 他连自己的家庭都抚养不起的话 那试问他这样的一个劳动 还有任何的意义吗 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们对于基本工资的态度 一向是非常非常的一致 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的是说 资方跟官方的态度 往往就会是一直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甚至找了非常多理由 甚至还有说 有一种说法说 全台湾的民众都没有人在领基本工资 只有外劳领基本工资 所以领基本工资调长就是外劳收益 连这种话都说出来 但是他却官方的统计却已经显示 全台湾基本工资 包括月薪跟时薪的人数 超过了160万人 这么庞大的数字 在我们资方眼里是不存在的 对 你说 所以事实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资方的立场可以这么的坚决 这么的不顾所谓 我们提出来的各种理由跟数据 就是可以成功的阻止基本工资调长 我认为最大的因素 就在于官方的背后支持 官方的说法一直都是依照 企业财团的需求 来做一大政策的思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次只要基本工资调长 经济部一定跳出来 第一个开始反对 经济部反对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工部门的组成 又是以经济部门为首 那劳动部在这里 其实有时候呢 你说他虽然同样都是一个部 可是他感觉他就自贬身价 相对之下比较弱势 当然对 而且他面对经济部 他根本就是没有能力 也不愿意站在劳工的角度 经济部为资本家 捍卫资本家的利益天经地义 大家都可以理解 他就是经济部嘛 但是劳工某种程度 我会觉得那劳工部 你应该站在劳工的角度 可是不是 我们的劳动部呢 要么就站在资本家的角度 要么就站在中间两边不帮 那试问在这种结构之下 台湾的劳工根本得不到 我们的工部门的支持 难怪我们现在目前的劳工 处境是每况愈下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照理讲 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组成 特别是所谓政府机构的组成 他事实上应该是考量到 不同的利益 那其实他不进来是一致 特别是刚刚谈到的 关于经济发展的部门 跟劳工的部门 或者是跟环境保护的部门 事实上他常常会有一些冲突 可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台湾这几个看似 或者是本来应该有一些冲突 或甚至是一种对立的 这些所谓的政府机构 可是它的高度一致性 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 没错 我这么讲好了 基本上台湾最大的部门 就叫做经济部 所有的部会在经济部前面 都是一个二流 甚至三流的部会 那这个其实长期以来 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甚至我必须要去讲 当劳动部也基于 所谓的经济发展成长的理由 去冻结基本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基本工资 在这一段时间是没有成长 为什么我们的劳工的所得 我们的实质薪资是倒退的 为什么整个国家的 所谓的所得分配 是这样的差距的越来的越严重 事实上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部会都考量经济 而经济的考量就很自然的 想到是照顾资本家的需求 回到一个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是你们长期也关心 参与台湾的劳工运动 不管我们也台湾 经过一个政党轮替的过程 从这个民进党2000年执政开始 一直到所谓的现在 国民党执政的2015年的现在 你有看过哪一个部长 事实上他会站出来 劳动部部长或是劳工 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局处长 他会出来fight这些所谓的经济部 相关的官员的这些 所谓的预取预求吗 事实上如果要论 大概我比较有印象的 是之前的劳动部长 劳委会那时候还劳委会 劳委会作为王努权 如果还记得的话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王努权当初会下台 是因为他的基本工资省业 会做出的决议 到送到行政院之后 然后被当时的管中民 直接就阻挡下来 那后来王努权 就以这个为一有好份而辞职 请辞 对请辞 那我想事实上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 除了王努权以外 你真的要找到真的完全捍卫 劳工的立场的 这样的一个首长 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不仅是马政府的时候不存在 民进党的时候也不存在 否则也不会出现基本工资 连11年的动涨 完全没有成长的状况 那一段时间我们是有劳委会 有劳委会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公部门基本上 有时候我们常在讲 公部门要有本位主义是不是好 但是我认为如果站在一个 你既然是劳工的一个最高主管 行政主管机关 按你来讲 你应该捍卫的是劳工的权益 所以劳委会劳动部 你按你要做的工作 你的使命就是要提高劳工的待遇 跟对于劳工的保障 否则的话 劳工的个体根本难以去抵御 所谓资本家的剥削 在现前体制下是来越难 那你公部门又不在背后 当劳工的一个支持者 那想当然了 整个台湾劳动的一个处境跟环境 当然是越来越差 回到一起 一个我们刚刚在一开始 曾经讨论过的问题 那基本工资到底应该 有哪些指标来做衡量的标准 是最恰当的呢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一般讲 所谓CPI 所谓的消费者的相关的这个指数 或者是像GDP 整个经济成长的相关指数之外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做衡量 是一个最适当 或是最合理的一个标准 基本上在基本工资生意办法里面 定了大概有七个标准 刚刚您提到的CPI 然后GDP 然后还有劳工的生产力 还有相对应的劳动工业的 一个生产的状况 总共有七个指标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指标 都是在官方的研究是一个参考值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事实上从今年开始 官方才开始用公式去推估 以前是从来不存在公式的 按理来讲 所以你有这些指标 你应该就可以拟出公式 可是我们的组成使得我们的基本工资 都是大家划 把它看菜市场喊价 用这样的方式喊出来 所以那个指标根本没有意义 即使行政命令有定 那至少是说 我看到就确实在劳工团体不断的要求 必须要有公式的一个计算基础下 大概这两年 劳动部开始委托中心院 委托台大的一些学者 去研议一些基本工资的一个公式 然后慢慢慢慢的 像今年 媒体也有报导 劳动部提了六个公式 可是我也发现最终的结果 劳动部提了六个公式 按照这些指标去计算 不管怎么样 基本工资都必须是要调涨 但是我们又发现 基本工资的审议委员会 最终的结议是暂缓 所以又代表了一个现象 你只有公式 没有什么意义 又有什么意义 只要审议委员会里面 这个公式我丢一边 我说不涨就不涨 其实这种涨幅是没有任何 从法律上来讲 完全是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 完全是官方跟资方的立场 他们讨论结果 然后去做一个施压的结果 这其实这个客观依据 即使有其实也要看 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他到底是不是去把 这个所谓的劳动的成果 是一种所谓的共享 或是劳动成果是归于资方 这基本的态度上面不同 事实上你再怎么去计算 你再怎么样衡量 事实上永远都会可能是 对所谓的劳工不利的不是吗 是没错 那我想事实上 我再举一个今年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今年基本公司会暂缓处理 是因为我们政府 跟资方拿GDP的一个表现 就是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不如预期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讲说 那台湾未来的经济状况 可能不加 所以不应该涨 可是这已经颠覆了我们过往 这些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讨论的一个指标依据 以往的讨论指标都是依照所谓的落后指标 落后指标就是过去所实现的这些指标的指数的结果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年要讨论 那他是看去年的CPI 去年的经济成长 去年的一些工业的生产力的指标去做依据 所以我们看到是落后指标 已经实现的这些指标 但是到了今年突然之间变成是先进指标 是哪一个预期不存在的 大家推估会觉得说可能会好会坏的 会更差的状况之下来做理由 这又是完全是一个 跟过往是完全颠倒的状况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假设要用这种预期指标的话 2009年到2010年 2001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0% 但是那一年的经济的那个基本公司的调整 事实上幅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台湾的基本公司的审议 根本就是乱无章法 完全就是谁之方 他觉得哪一个指标对他有利 他就拿出来用 然后官方就负荷 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这个数字即使在科学 但是这个执政者的态度 如果只是把这个数字当作是来保护他自己利益的工具 或者是去打压他讨厌的人的这种所谓的手段的话 我想再怎么样的去计算 他恐怕都不会有 未必会有一个所谓的公平的结果 今天非常谢谢靳叔来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对基本公司的议题有更深度了解 谢谢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 谢谢 拜拜 by bwd6